為了紀念音速小子系列 30 周年 睽違多年後復出的索尼克繽紛色彩舊機版 在這個月正式登場囉 本作以 2011 年在 Wii 上推出的同名作品為基礎 將畫質提升到 1080p 60 張水準的強化版 玩法基本上和當年一樣 但物件、模組、解析度都經過了大幅的強化 可以在擁有豐富演出的 3D 地圖中 感受到充滿騎走感的跑酷樂趣 遊戲不只有 3D 索尼克招牌的追蹤攻擊 不時還會切換成傳統 2D 或 QTE 玩法 滿足玩家雙方面的動作需求 遊戲的核心就是備受好評的彩色力量 在遊戲中玩家可以遇到許多不同的萬星人威斯 藉著跟他們合體取得特殊超能力 例如化身為雷射、快速的通過水晶 或是變身鑽頭和火箭潛入空中和地面 5 花 8 門的超能力能夠為你的冒險帶來新的刺激 究極版還追加了追蹤攻擊的完美接觸點提示系統 以及可以直接在關卡介面看到整體蒐集完成度等新功能 索尼克繽紛色彩究極版 適合給想要再次成為音速小子遊戲樂趣的你 不過 Switch 版本在遊戲中出現了一些問題 官方已經公告並承諾會在日後逐步修正 就請 Switch 玩家稍微等等囉